來看一下第十章的部分 那第十章裡面有一個叫Collection 那Collection的這個類別 實際上就是集合物件的架構 那主要這要做到 因為之前我們的基本的資料形態的話 它都是只能放單一個 比如說你一個變數裡面就可以放 只能放一個資料 但是如果你要放多個資料 你只能用什麼呢 用正列嘛 對不對 那可是正列處理起來還是有它的局限性在 比如說我今天呢希望做什麼 做一些資料的新增修改刪除 有點像Database一樣 可是Database你必須還在連線還是不方便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在建立一個物件 可以針對這個物件做什麼 做新增修改刪除 裡面的資料可以做一些存取的話 那我就需要用到所謂的集合 集合物件的這樣的架構 那裡面我們需要知道像集合介面 這個集合介面的話 就是一組定義完善的Java介面 然後可以做這些包含Collection Set 跟Source Set跟List Map 還有什麼Source Map的介面 那這些介面的話就可以幫助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類似說你可以放大量 比如說你類似一樣的資料型別 比如說大量的字串嘛 當然字串當然 你如果放在一個地方做新增修改刪除了放在資料庫裡面 其實你可以放在這個collection的這個相關的介面裡面做存取 那它的實作該怎麼說 其實也可以用new來建議一個 這個物件的實體 我想這前面我們有講過很多 你只要看到new的話 基本上通常都是在記憶體裡面配置一個空間 其他還有像演算法 它裡面有提供一個演算法 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搜尋 其實像在正列裡面我們可以用array sort 可以做排序 那當然在這個集合物件裡面本身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就是可以排序 也可以做什麼搜尋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集合介面 是處理集合物件的儲存物件 它提供一致的物件操作方法 來做什麼 來做新增修改 刪除 然後搜尋 元素的方法 已經有這些功能 所以基本上它的跟介面 其實實際上就是這個collection跟map 這兩個介面 你們大概記一下 因為之後的話 會用到蠻多是collection跟map 那這個介面的圖示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這比較 比較其次 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所謂的范形 就是多了一個所謂的范形集合類別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有點類似像 C 所以